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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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斷殿箱前低頭深思 坐在泛黃杏箱前抬頭仰望 還是站在走廊上簡單白姿勢 不論怎麼拍 配上破舊斑駁的背景 都能秒變文青 位於萬華的環南公寓 純白水泥配青銅鐵窗 雖然磁磚多已脫落窗櫃毀損 但越老舊越吸引人 古老建築氣息成了熱門的 熱門打卡景點 大白天大樓內一片漆黑 牆壁斑駁 磁磚剝落 這裡是被台中居民戲稱 鬼樓的千月大樓 卻因為它的詭異陰森 湧入大批年輕人朝聖 塗鴉客進駐荒廢的千月大樓 瞬間變成攝影棚 莊文青 假厭世 廢墟感 搭上繽紛塗鴉 外拍斑駁 頹廢風 成功將老物轉型 我什麼回事 我什麼回事 吞色磚牆看出歷史痕跡 因電視劇一把清取景爆紅的 高雄安樂樓 曾是日治時期最大酒樓 吸引許多人見證它的繁華興衰 尤其大樓中央長長的水泥樓梯 站著拍還是坐著拍 獨特的舊屋風格 意外成了熱門外拍地 懷舊風正夯廢墟老屋 搖身變成打卡熱點 三陵新聞林松斌 周宥萱綜合報導